早晨!今天我要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這首歌是由我自己親自作曲填詞的 因為現在網上不可以二次創作 所以我就堅持不敢舊曲生詞 所以就唯有死死氣去學作曲 都算好事,學多樣東西 唱歌之前說少少這首歌的背景給大家聽 這首歌其實是我幫我一個已故的朋友作的 他的名字叫做Freedom 他生前是一個很有創意、熱愛創作的人 但當他認識了他當時的女朋友之後 他整個人改變了 因為他當時的女朋友就很不支持他創作 覺得這一行沒有出路、賺不到錢、沒有飯吃 最後他女朋友就離開了他 從此之後我的朋友Freedom都很少出聲 最後因為他太苦悶所以屈屈而終 他臨終前都... 他臨終前就... 他就... 叫我寫一首歌 是說說他跟他女朋友之間是愛情的 那我就把這個... 愛情故事就放在這首歌上了 死了 那算不算疑似創作呢? 把他的故事寫在我首歌上 算了我朋友都死了 他告不到我 他不會告我 他叫我寫的 他不會告我 那在我作這首歌的樂曲的時候 我都遇到很多難題 那我也有請教一些資深的音樂人作曲家 去指點一下我這位新手去作曲的 那這位前輩很好人 那他就拿了十幾年前 一些未發行的樂曲給我參考一下 那其中有些音樂都很好聽 那我經這位前輩同意之後 我都有將他的作品裡面的小小的音樂 加入我這首新歌 死了 那這樣算不算疑似創作呢? 對,應該不算的 就算是他也不會告我的 對,不會告我的 他同意的嘛 他同意給我用的嘛 為什麼要告我呢? 大家朋友 不會的,是前輩來的 不會的 好,講了那麼久 現在就表演我新歌給大家聽 這首歌叫做 即將消失的自由 即將消失的自由 啊 為什麼有個前奏這麼熟呢? 糟了,有點像 在南非 北部 靠南邊的一個 小數族裔 裡面的其中一隊獨立樂隊 齊齊哈爾塔那首 上年那隻大碟的主打歌 內蒙古反骨仔與哈爾崩MK仔呢? 糟了 糟了 還是不唱了 還是不唱了 我不想被人告 今天是這麼多 南非這麼遠應該告不到過來吧 算了,還是不唱了 還是不唱了 不拍片 以後不拍片 我還是回去打機 我都不打機 看人打機 算了 好像沒得看 現在都 那做什麼好啊? 睡覺算了 睡覺 好了 睡覺不會被周公告 好了,拜拜 拜拜